一名男子骑车发生了车祸 警方对他实施吹气酒测 酒测只达到0.27 被一公共危险罪送办 不过这名男子坚称他没有酒驾 认为酒测器有问题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就立刻到医院抽血检验 结果酒精浓度只有0.05 跟警方所测出的数据相差很大 法院认为两者检测的时间 差不到20分钟 一般人无法短时间内代谢酒精 最后判决无罪定言 堆高机被撞歪斜一边 旁边机车还有擦撞痕迹 屏东一名男子骑车没注意 撞上堆高机前方货差 自摔受伤进了医院 警方对他实施吹气酒测 酒测直达0.27 但这个结果男子很不服 当事人现场表达不满 认为他并没有饮酒 故立即向医院反映自费抽血检测 为了证明清白 男子在医院自费抽血检验 结果酒精浓度只有0.05 虽然两者相差甚大 检方还是采信警方提供的数据 易公共危险罪起诉男子 法院认为他是在早上9点37分 被警方实施酒测 9点55分自行抽血检验 时间相差不到20分钟 数值却落差5倍以上 一般人不太可能短时间迅速代谢酒精 查获警员也在法院作证的时候表示 案发时警员曾经脱掉口罩靠近被告 并没有闻到被告身上有酒味 也没有发现被告脸上有发红 或其他喝酒的迹象 种种情况加上没有确切证据 证明男子喝酒肇事 因此法院判他无罪 最终检方未在上诉 全案定验 男子自立救济 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